新婚之日 我就被土匪所绑 关在青丰山上 九死一生 我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可至今 持家对我 没有半句宽略之话 反而要休妻于我 我今日来 就是来告诉诸位 不是持家要休妻 而是我顾之下 要休夫 休夫 胆大包天 休夫从来都闻所未闻 迟睿 你来得正好 你说吧 该怎么办 不是 你是谁 那个 我说 怎么办 就习惯了 所以 remove 打得 来 来来来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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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啊 对不起了 你们想好了再找我们来吧 是啊 是啊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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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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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告辞吧 告辞吧 告辞 告辞吧 不是说好了 今日你我解除婚约的吗 你还记得我吗 你救过我的信念 你打晕了那个土匪头在向天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我 是你呀 我 不是 我 我现在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但 但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 我 我不知道我之前要娶的那个女人是你 我不知道我之前要娶的那个女人是你 对不起 让你再深深说我 没关系 反正都过去了 没关系 只是 你刚才说 你刚才说 不休息了 是什么意思 你还说 我要没有关系 我 你又不认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闺女 闺女 爹 还在为那事操心呢 真是不知道持家到底是怎么想的 持家大门大户的 根本就不跟咱们讲道理嘛 知小姐 知小姐 六婆来了 六婆来了 六婆 来 坐 正好 你们两个谈吧 好好聊聊 六婆 来 持家怎么说 不同意 不同意 我不是都让步了吗 修夫的事情我都不提了 我只求能够和平地解除婚约 你别提了 我把这事跟他说得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可持少爷呢 他就是不同意 他这个人 其实也太深了 少奶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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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这人啊就是技打 这不都老实多了 是 池瑞最近忙什么呢 还在忙工厂的事吗 工厂的事我倒是没听说 不过 不过什么 少爷在祠堂反悔了 没有休期 不休期 为什么 我哪儿知道啊 那女人什么家事 说是开医馆呢 走 我们瞧瞧去 这女人到底什么货色 从清风寨也能逃出来 谢谢 有人吗 在在在在 太太 我们这家医馆明天才能恢复营业呢 我不是来看病的 我是来找人的 这里就是我跟小女两个人 您找谁啊 我就找她 不巧 她出去办事了 她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 请问太太您是 我 我是池家的大少奶奶 失敬了 失敬了 要不您坐会儿 不用了 我先走啊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您喝茶 大少奶奶 我是这府里的丫鬟总管 以后啊 你叫我大容就好了 大容姑娘 你 你别这么叫 我不是那么少奶奶 您的名字 都是我们池家的族谱了 那还有假呀 我什么时候能见你们家少爷 少爷忙去了 待会儿就过来 少爷特别交代我呀 让我亲自接待你 那就有劳姑娘了 怎么了 好看 哪哪都好看 这面呀 长得很和善呀 比另外那个好多了 我要是少爷 我早就凶了他 大容姑娘 你别这么胡说 没胡说 我这叫实话实说 你信不信啊 回头啊 我让这府里的丫鬟们集体投票 保准都投您才是正牌的大少奶奶 大容姑娘 我还有事情 要着急走 就劳烦姑娘 现在就带我去见你们家少爷吧 罄罗 олод辉 董 你人自尊 我他们相信 啊 没有人家 municipalities 是他 还是要向他 那个别出 yol 若刯 是他 文明 他们在想 看待你在侄阜呆了这么多 他在里边骂人呢 咱们待会儿再进去吧 下去吧 是 少爷 骂人呢吧 有事以后再说吧 别去了 别去了 之类 不是让你在外面等我 我 我不会耽搁你太长时间的 这个账是你做的吧 是我做的 一根木头 五块打烊 你别告诉我你用的都是南木啊 账记错了 少爷 是 十根木头 五块打烊 十根木头 五块打烊 按你这么说的话 光是木头 你就多进了上千块打烊是吗 把钱给我吐出来 是 我说的不仅是木头 明 明管 滚 给我滚出去 是 少爷 陈管事 即使你休气我也同意 我 我真的等不及了 能不能先谈谈我们的事 是 你先出去吧 是 你要谈什么 只要 只要能尽快地和持家解除关系 不管是我修复也好 还是你修妻也好 我都认了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 想摆脱持家吗 嗯 如果我不同意呢 你为什么不同意 我心情不好 少爷 心情不好 你们家少爷 真是拔刀 他这几天啊 正好气不顺 你正好撞到枪口上了 您请 故事医馆 好 你这几天 怎么心神不定的 你这几天怎么心神不定的 持家的事情一直解决不了 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我也正想问你 你怎么现在变得突然要跟持家撇清关系了 这件事情迟早是要解决的 你怎么现在变得突然要跟持家撇清关系了 再说 我也不是一个拖礼带水的人 有句话 爹不知道 当问不当问呢 爹 我没有什么事 是您不能问的 你看上次隆天泽 带兵来搜查 你干吗要拼命护着那个土匪头子向天呢 你应该知道 他是咱们京城最大的祸害 这段时间真的发生了太多事情 这段时间真的发生了太多事情 我很难一句两句都给您解释清楚 这么说吧 我能回医馆来见您最后一面 是向天拼了命把我送进城的 你这么说我更纳闷了 他不是把你绑架了吗 干吗还要为你拼命呢 你怎么会拼命呢 这么晚了 还在忙啊 芝蕊 我亲自给你炖了红枣蕉蕉汤 惊悔愤费的 你喝一点吧 我不喝甜的 不甜 我就放它一点点冰糖 你尝尝 我这还忙着呢 我 我有一件事想问你 你为什么要在慈堂反悔 不为什么 你是不是存心想给我难看呀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你这么做果真是报复我 你先出去吧 我这还一摊子事呢 我就这么让你恨吗 不是我要恨你 是你自己做的那些事 他让人讨厌 可是他不是已经平安地回来了吗 他平安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这就是你自己做的那些事 但我是 afraid 你还会会 我叫你 就 flap 我不赖 你Jesus 你这相对 不赖 你为什么 这么自己的叀子 你怎么说 我说我 不赖 少奶奶 这个呀是之前给你准备的洗房 以后啊 你就住这儿吧 住 你们少爷什么时候见我 可能一会儿吧 婉儿 少奶奶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谁说我要住在这儿了 少爷说的呀 我跟你说 你看那床单呀 柱子呀 都是我新给你准备的 你看你喜不喜欢 你 你什么意思啊 那个 走 我没什么意思 那 那他们怎么说 要我住在这儿 你是持家少奶奶 当然得住这儿 谁说我要当这个少奶奶了 谁说我要当这个少奶奶了 你不是说 要休了我吗 我反悔了 反悔 你是我持睿名媚正娶的妻子 若我不休了你 你就是持家的 你就得待在这儿 你要去哪儿 回家 这就是人家之下 我不会放你走的 大荣 替我看好少奶奶 你先歇着吧 迟睿 迟睿 少奶奶 少奶奶 老夫人叫您去一趟 知下见过老夫人 爹 喂 知下呀 老夫人 你陷入匪窝 精神上饱受打击 看你这样子 还没有完全恢复吧 谢老夫人关心 已经好多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 这三位婶婶 这位呢 是守了三十年寡的 刘大婶 这位呢 这位呢 这中间的是吴三姑 她呀 是抱着临位 嫁进傅家的 这位政大神 更了不起了 她 宁可自尽 都不愿别人糟蹋 我请他们三位来 是想 让他们做个见证 说我们的知下 虽然身陷匪窝 但还是戒身自爱 老夫人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你知道 全城都在传一些流言蜚语 我想来想去 要击败这些流言蜚语 最好的办法 就是 证明你的清白 老夫人 这下虽然不是什么 大家闺秀 但是 礼仪廉耻 我还是懂的 我相信你 你爹也相信你 可是全城那么多人 他们怎么能相信 你陷入肥窝 还能保持清白呢 如果我的身子不干净 我也不会活着回来 这下虽然是 你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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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有办法 不好意思 先告辞了 直下 我去看看 直下 爹 闺女 爹呢 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刚才啊 老夫人说法有些欠托 但是她对你的名誉 那是非常好的 爹也这么说 不是 你看人嘛 就是这么几十年的事 难免受人诋毁 受辱无奈 你现在受辱一天 那么错过了今天 被人抓住娃柄 你要受住一辈子 可是爹 爹求你了 听爹的话 听话 少奶奶 请把衣服脱了吧 他这什么事 怎么还能看啊 您看谁呢 让我看看 房间 小脸 让我看看呢 让我看看 起了 这是什么呀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呢 让你看不清啊 个家 那整个呢 诶 兔姨啊 真是啊 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 有什么可不忘法 这还不可言啊 给你都一个道理 是吗 真的 哇 这么艳筋啊 太可怜了 是啊 真可怜 你看 看什么呢 好看吗 大容姐 在这儿当蛆蛆呢 那你干什么呢 该干吗干吗去 是 看什么看 快点 禀告老夫人 少奶奶冰清郁节 还是出子之身 少奶奶人呢 少奶奶挺不情愿的 宴完了就红着眼走了 这个点处理 怪兰 有一个个人 吃的 有得 无人 吃的 一 给你 快点 来 温度 摩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不知道我们家主子去哪儿了 她有可能在老夫人那儿 也有可能在院子里 也有可能 好了 别说了 还真是巧了 来日方长 我看她到底能躲我多长时间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如梦天空的繁星 微信有灵犀 问我住一场梦境 能再遇见你时光 不停的前行 想用每个黎明 换一颗横行 如果不停点有你 爱到东坡尽情 用这障碍的幻影 写一本心情相知相续的约定 爱如影随心 爱如影随心 爱可以更坚定 爱如影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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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更坚定 我望向天智 把那横行当作是你 说好的相依 为你 老夫人七十大寿了 有几件事想跟您请示一下 你说 我听着 这一呢 是西开几桌 每桌什么规格 奶奶过整 得大半 开四十桌 每桌按五十块大洋的规格 好 还有就是 大少奶奶的娘家 请示不请 当然得请 来不来是他们的事 再有就是 现如今府上 有两位大少奶奶 到时候 做次怎么安排 又该怎么称呼 这事我来解决 您就别操心了 我知道了 还有事吗 没有了 那你下去吧 有管家 有管家 少爷 小姐说天儿冷了 给您烫了酒 正在屋里等您吃饭呢 该用晚饭了吗 可不 您看 这天儿都黑透了 那你先回去吧 那您待会儿就过来 你先别在这儿储着了 我还有两米账要算的 是 少爷 少爷 小姐 怎么样 今天怎么说 说得来 就算完账就过来 真的 嗯 太好了 蒋维 赶快再去烫一壶热酒来 都凉了 好 我这就见 再去瞧瞧 它快好了没有 嗯 马尔 开饭了 谢谢 这花喜欢吗 我下午正好录后 我下午不过 便同你一块儿赏了一棵花 那日你救了我的幸福 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 不用谢 哎 听说你爹医术高明 你也懂医术吗 爹教了我一些 算是会吧 哎 你替我画画卖吧 看我身子怎么样 嗯 中医不是假如梦文问题吗 你不看看我的脸色 嗯 你的脉象还有面色看来 你的身体并无大碍 只是 刚会有点忘 知晓 少爷 少奶奶 吃饭了 吃饭了 就是我 这时候我都做你 你不停留下来 你不会开玩呀 你合成就要去 我说了 您可别生气啊 你倒是说呀 少爷 上他那个屋去用饭了 你是说之前 嫁进来的那个小贱人 我倒要去瞧一瞧 他究竟是什么货色 能把池瑞迷得 这么五迷三道的 小姐 小姐 你千万不能去啊 我为什么不能去 我觉得吧 少爷也就是为了气气你 也不是真喜欢他 前几日 我跑到他那个院里去瞧了瞧 瞅了他两眼 说实话 他那相貌跟您比啊 差远了 少爷也就是一时新鲜 尝不了 如果你要跑到他那儿 去大吵大闹 那岂不是把你和少爷的关系 弄得越来越僵呀 再说了 过几日 就是老夫人的气势大寿 到时候你就要好好表现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 把他给压下去 这样一来 岂不伤害你和少爷的 和气 有个气态气 你说的 倒有几分到了 把那些菜都撤了吧 反正我也吃不下 你怎么不吃 不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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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被土匪绑到山上去 是我们吃点有福 你在山上受尽活难 对我肯定是满腔的怨言 我知道 你肯定还在为这件事耿耿不耿 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 不管我提任何要求 你都会答应摩世 帮我走吧 除了这件 为什么不行啊 不就是一纸秀书的事吗 没有为什么 吃饭了 好 吃饭了 好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没事 你真的没事 你 石火不早了吧 我想 我想要睡了 婉儿 在 给少奶奶打盘水来 帮她舒服气 是 你 你不走吗 你 要不你回房睡吧 你是我的妻子 我为什么不能留下来 行 你若坚持留下来 那我走 等等 好 那你睡吧 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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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小姐这身行头 你不说话都能让她矮半点 是吗 我怎么突然间觉得 我这身是不是验了点 不验 这样才是正牌的范儿呢 你那张小嘴儿啊 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我说的是实话嘛 今天我非得去吗 您是持家的大少奶奶 今天老夫人妻是大少 您当然得去了 你们府上不是已经有一位大少奶奶了吗 少爷说了您进门在前 他进门在后 说句不好听的话呀 他还得尊称林医生姐姐呢 你去跟你们少爷说 就是说我今天身子不舒服 不去了 这不太好吧 少爷说了 您一定得去 衣服都给您备好了 他还说 您要是不去啊 就亲自过来接您 两位大少奶奶头回见面 那还不得掐起来 是啊是啊 过来就少爷屋里那个丫头 去陪少奶奶 早上起来 挺闲的哈 那在那干什么呢 还不赶紧去忙 猫猫猫 持家上下给老夫人拜寿 祝老夫人福如东海常流水 寿比南山不老宗 祝老夫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起来 起来起来 赏 谢老夫人 持家长孙持睿 携妻子沈氏 给老夫人拜寿 好 祝奶奶 福寿绵长 永享天伦 好 起来吧 起来吧 赏 赏 谢谢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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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一个一会儿就到了吧 小薇 你看一下我的头发是不是暖了 赏快帮我整一下 好了没有 持家掌席故事给老夫人拜寿 你看 我说来了吧 这下周老夫人 泰山不老 浮海无穷 起来吧 谢老夫人 赏 这就是持家的另一个少奶奶 少奶奶 我姓顾 以后你可以叫我知夏 顾知夏 快来见过都君 快来见过都君 我姓顾 你真是有趣 你真是有趣 你见没见过我 难道自己不清楚吗 凌雪 一月 二娘 二太太 你也来了 只想 快来见过都君 快来见过都君 你就是那个逃离匪窝的姑娘吧 看你弱智谦谦的真是想不到 原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子 都君您过奖了 都君大人大驾光临 持府碰壁生辉啊 谁 臭老夫人 恭喜恭喜啊 今天是老夫人七十大寿 小小心翼不成敬意 还望您笑大 谢谢谢谢 老夫人 大喜了 都君夫人有礼啊 蚩瑞啊 还不赶快领引 都君大人跟都君夫人 到二楼上坐去吧 是 奶奶 走 三位这边请 大夫人 您请 小姐 你怎么了 突然间头晕得很 很不舒服 要不我扶你回房休息吧 好 我听说你略懂医术 我这小病小灾的 你帮我瞧瞧吧 好 强卫 你去洗楼跟少爷说一声 免得他以为我把他拐不好了 好的 跟我上楼吧 听说你们家是开医馆的 家父是大夫 在长南开了一间医馆 我去过哪里 你多大了 你不会连自己多大了 都不知道吧 你不会连自己多大了 都不知道吧 其实 我是爹的义女 一年前 他从山底下把我捡回来的 当时我头部拴伤了 完全不记得自己是谁 后来也是机缘巧合 爹才任我当了女儿 爹才认我当了女儿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一些 能从头飞窝子里逃出来 实属不易 你一定受了不少苦吧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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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事情我也听说了一些 你怎么办 让人挺绝望的 不过当时我有一个特别 特别坚定的心念 让我活下去 那就是我要知道自己是谁 喂 瑞儿 奶奶 我先下要去 照顾其他的客人吧 去吧 少爷 小姐让我来告诉你医生 她身体不太舒服 就先回屋歇息了 还有 顾少奶奶也在小姐屋呢 之下去她房间干什么呀 替小姐把麦 少爷 小石头 就死在了我的怀里 后来 我自己也染上了微影 你怎么难过成这样 比我自己还难过 我对不起你 真的对不起你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些 我就觉得 你看上去 就特别亲切 其实我知道 你肯定是以为我死了 所以你才嫁进赤福的 你放心 我不会跟你抢丈夫 我会说服池瑞 让他休了我 别难过 少爷 你把他带你这儿来 你想干什么 我 谢谢你 这是 我 我 我 不是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位夫人 一个是碧月秀花 一个陈鱼落雁 一个是都军千金 一个是女中豪杰 知夏嫂嫂看起来弱不禁风 哥哥为什么说她是女中豪杰呢 你没听说你知夏嫂嫂 从清风寨逃出来的事吗 清风寨是什么地方啊 那群山贼可是个个吃人不吐骨头 她一个弱女子 能全身而退 岂不是女中豪杰 既然清风寨这么可怕 那嫂子是怎么逃出来的呀 晚上吃饭 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大家都说进了清风寨九死一生 我能逃出来 纯叔侥幸 知夏姑娘 杜君 你请坐 清风山派人谈判之时 我恰巧不在京城 我恰巧不在京城 守家人办事不力 令你身陷匪窝 身心俱创 我身为京城独军 有福于你啊 独军 您言重了 其实 现在想来 人生本无常 福祸相伴 好在我也已经脱险 您就不必太过于自责了 你这丫头还挺为人着想的 这样 我这里有一块令牌 算是我神虎欠你的个人情 今后有什么事情 有求于我的 拿出令牌 我一定会满足你的心愿 知夏 不能收这么贵重的礼物 收下吧 说不定以后能有用呢 那你就收下吧 那之下 就谢过独军了 来 吃饭吧 来来来 老夫人 请 来来来来 喝点水 做梓 wrest completed 就休想 neo 加油 加油 老夫人 您点出戏吧 我听什么都觉得热闹 让孩子们点吧 赶紧点戏 我平日也不怎么看戏 所以也点不出个花呢 让少奶奶点了 刘管家 你可看清楚了 大少奶奶在这儿 是 是我弄错了 刘管家 谁说你错了 大少奶奶就在这儿 把单子拿给她 奶奶 今天我想当着您 和所有人的面 把一件事情说清楚 故事进门在前 沈氏进门在后 所以从今天起 我们持一讲 只有一个大少奶奶 那就是故事 故之下 执睿 你 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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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进门 我说 不认为 这儿是 背后的 是 你 你 我看 你 你 我看 我看 安排得合情合理 以后就这么办 两位呢 就平起平坐 都是少奶奶称呼 奶奶 刘管家 赶快接着点呢 好好 迟老夫人 下午我还有宫室要问 就不陪您看戏了 独军 日理万机 我也不勉强留了 那我送送你吧 别送了 今天您是受刑 别折杀了我 不用了 我去送吧 也好 你们妇女俩 想必有提己的话说吧 好 那就请吧 告辞了 请 老夫人 告辞了 老夫人慢走 小姐和姑爷现在怎么样了 不太好 说实话 说实话 到现在还没远房呢 后悔了吧 后悔 后悔 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嗨嘴硬啊 当初我就不该让你嫁给他 省得现在自讨苦之 爹 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 哪怕走到底是悬崖 不太好 我也认 好了好了好了 谁也没想到 知夏这丫头还能活着回来 我看她也是个好姑娘 有几分像你娘啊 你今后啊 一定要跟她好好相处 嗯 我来点吧 少奶奶过沐 我来点吧 我来点吧 谁 虽得玄宗宠幸 但最终不过自已于马为婆 结局悲灵 唐玄宗同时最爱 也畅晚了事 小的见夫人 刚立未愤 恰逢喜事 点这出戏不太妥当 要不您再换一出 呃 那 那就点一出 苏三起戒吧 苏三最后 倒与王锦龙中成眷属 但他们相识却在青楼 说到底 一个嫖客 一个妓女 少爷夫人 才子佳人 点这出戏 更不同的 那以你之戒 应该点哪出戏呢 你再看戏 戏中人也再看你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这出戏不点也罢 怎么说话呢 别争了 那干脆就点一出 三打白骨精好了 这出戏热闹 估计也犯不了什么忌讳 好 还处着干吗呀 下去准备呀 是 是 走啊 这个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 看戏吧 我觉得有些闷 我想出去走一走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不用了 你坐这看戏好了 我说说 我说不认识 我说我ünst mens 我说我好 没关系的 你感觉 你也不吩暂 就有任何小人 我说你 我说你 我说我 你怎么来了 我们相试一场 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吗 真的是来看看我吗 不是来杀我 不是来杀池瑞吗 湘天 寨子里的瘟疫 是我义父治好的 这么说来 你也欠我一个人情 那以往 我们所有的恩仇 就一笔勾销行吗 我们的恩仇一笔勾销 我跟你们只有仇 没有恩 没有恩 我要死了 你为什么送我回来 为了让我和爹 见上最后一面 你连性命都不要了 好 奶奶 我先下去吧 好 好 你哪儿啊 你哪儿啊 你不是一个冷面无情的人 小石头死 我看得出来 你被谁都难过 别说了 一个本性善良的人 为什么要天天过着 放火杀人的日子呢 你快走吧 今天外面那么多人 还有沈灵雪的裴嫁 杜军府的一百名侍卫 现在全是十家的胡人 你一个人都不过他们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刚才路过门口 一时好奇就想进来看看 没想到有很多人 反而把头发给解乱了 只好进来重新梳理一下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看她也是个好姑娘 有几分像你娘 你知道我沈虎生平最赞的 最憎恨的是什么吗 欺骗你 我最讨厌别人骗我的 如果你说的 有半句假话 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我最问候只我 我最讨厌的风口 寂寞的风味 原来不讨厌的风呆 很极端 情窄有几本 只为一秒的认真 用尽三十的前程 来换刹那的永恒 倾定这三生 沾穿过每分 岁月的刀刃 雕刻处掌纹 倾定这三生 一无放哭我在等 等风吹来你心跳升 等风吹来你心跳升